好 首先为各位介绍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漫远先生 欢迎 你好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 欢迎 你好 我们看到这样的泄露的两份机密文件当中 其实已经标识了 说只有美国和其五眼联盟的这些盟国才有权查看 但是关于这样的一个绝密文件有很多的点 值得我们来剖析 其中关于这样一个核的问题 其实谈到了说 以色列可能拥有核武器 虽然他没有直接回应这个问题 但是也谈到了说 有计划显示这样的文件当中 看到以色列将不准备对于伊朗使用核武器 如何来看这样一个核子 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这样的一个计划当中的显现 这个现在啊 美与双方联合炒作 放这个烟幕弹的这个嫌疑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 首先以色列是否有核武器 这个事情啊 已经是几十年的一个话题了 特别是在这个上世纪 八十年代国际媒体就吵得非常的热 你比如当时这个主要观点是说 以色列与当初的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 关系非常好 然后呢 南非又有这个油矿资源 以色列拿了油矿 然后呢 搞了核武器 南非为以色列提供了这个靠近这个南极的岛屿进行这个核实验的若干次 然后呢 证明了武器的可靠性等等等等 那么这么多年过来 以色列对待这个核问题上 它这个政策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那么这个国际社会呢 普遍认为呢 以色列有这个东西 这个事情呢 也就是这么个事情了 但是现在我们来看 为什么说这个两份文件 看本身来讲 五眼联盟都可以看 这个东西也就没有什么太密不密的 没有什么太这个敏感的一个东西在里面 那么呢 我认为呢 第一 它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说动摇了美与之间的战略关系 第二 它也不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 正在酝酿当中的 这个以色列可能要对伊朗的这个报复 但是呢 有一条要值得关注 也就是说 在这个临近选举结果 美国大选结果 就是越来越近的这个当口啊 双方 美与双方搞了这么一个事情啊 那么呢 说明呢 这个内坦尼亚湖政府也好啊 在这个当口 也不愿意跟这个拜登政府啊 把这个关系搞得很僵 反过来拜登政府也是一样 那么呢 拜登政府已经明确表示说 不同意以色列去打伊朗的核设施 去打它的石油设施 这个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也没有必要把双方的关系搞僵 倒是给以色列不断推迟对伊朗 采取打击啊 一个理由 一个借口 推迟打击 对以色列没有什么坏处 那另外看到 这样的绝密文件 其中有一份来自于 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那说这样的一个机构 主要是分析 间谍卫星收集的图像和信息 那从去年的10月7号 本文八亿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对于以色列来说 可以说是权力支持 包括现在还在东西部 守着的航空母舰 来自于美国的航空母打击群 那包括FBI也是很早就介入到 这样一个事件当中 那为何这样的一个权力支持 背后还有这样的一个秘密监控 这一份这个情报 我认为实际上是一次 非常讲究的一个纤密 打的引号这个纤密 因为这份情报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既不伤害美国 也不伤害以色列 把他情报的内容认真看一下 其实他根本正像董老师讲的 没有什么特别敏感的 这种这个信息 他在这个情报的这种 抬头中间我们可以看到 他强调了这个目标的这个位置 目标的坐标 指的是以色列的一个平均基地 然后通过这个目标上空的 这个时间 就到达目标TOT到达时间 是动655 就是在早上的6点55分 用的手段传感器是什么呢 是VIS就是可见光的 也就是说用了一个像相机 在这个卫星在卫星上有一个相机 拍了一张照片 根据这些情报 来分析了以色列的一些这个活动 那么以色列的这些活动 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他中间讲清楚了 以色列可能有两种导弹在进行准备 通过这种照片的这个判断 他们进行了一些准备 然后说以色列也进行了一些演习 中间出动了三架 波音707到KC707的这个加油机 有一架弯连550的特种飞机 进行相应活用 最后还有一句话讲得很清楚 说这些活动啊 跟9月29号 以色列打击这个胡塞武装的行动 没有什么这个差异 所以可以看到 这没有什么样的更大的这个差异 以色列在准备 以色列在进行这个演习 所以这一份这个内容呢 看似非常的这个所谓的保密 但实际上对外透露的这些信息 都是外界基本上已经知道了这个信息 所以这样的一个活动 它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目的呢 我认为可能有三个这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在向伊朗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 传递以色列在要对伊朗进行打击的 这样一个活动 而且要告诉伊朗 以色列在认认真真的这个准备 是要是要进行报复的 敲打这个伊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他是要告诉这个伊朗 一旦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了之后 以色列伊朗不要再进行后一轮的这个回击 因为伊朗手中所 以色列手中所掌握的这些手段呢 还是很多的 因为现在只是看到了一个 以色列的空军基地 以色列有好几个空军基地 他在做了其他准备 他并没有通过这种形式告诉这个伊朗 所以以色列手中是有祸的 他在告诉伊朗 打击完了之后 不要再进行后续的这样的这个打击了 第三个呢 是告诉这个以色列 美国在某些问题上 跟以色列还是有一定的分歧 有一定的这个差异的 美国是不同意 以色列采取某些这个行动的 用这样一种泄密的形式 向外发出某种声音 最后一个呢 他通过这样一个泄密的这个形式 而且是以电报在这样一个 这个叫做社交网站上泄露出来 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告诉 俄罗斯的这种俄语社交媒体 它有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 类似于像网络中间 泄密的这样一些这个行动 所以他通过这种行动 达到多种这个目的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泄密行动 我感觉到 是一次故意的 专门的进行了一个 有针对性的 一个故意 透露某种关键信息的这个行动 那么短片段中就谈到了 美国国会中议长 迈克尔·约翰逊 也是和内塔尼亚胡 在这个事件之后 进行了通话交谈 虽然没有更多的细节 但是结合 此前也看到了说 美国内部对于这个文件 是如何泄密的 也在进行调查 那下一步 美国可能会有什么 的一系列动作呢 这个美国军方泄密事件 那是非常多了 应该说多如牛毛了 这些年代 大大小小的 就当前这个 这一件事情本身来讲 即使是跟若干年前 发生的危机解密什么的 比起来 这都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但是呢 他现在呢 就是把这个事情炒作 他是有特殊考虑 我认为是有特殊考虑 那么呢 当然了 美国他现在这个 泄密嘛 他可以多种 可以是这个 某些人员呢 他这个主动去泄密 另一种情况呢 很可能是被人家 黑客攻击 或者是这个 网络攻击啊 他造成了这个 信息的这个泄露 但是呢 他都有 他相关的这个程序 我想呢 他会 按照他的程序呢 展开他所谓的 相关调查 这个调查 也不是说 马上就会出结果 这个如果是调查来 这个时间耗过去了 他眼下的这个政治需要 已经过去了 那很可能将来这个事 就不了了之了 那另外呢 相关的这种机密文件 泄露之后 行动计划当中 也有部分显现说 以色列方面 现在战机已经准备挂载 这样的一个空射弹道导弹 和最近的行动 对于这样黎巴嫩地区的 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中邦的钻机炸弹呀 GPU炸弹等等 相比的话 这样的一个行动计划 使用空射弹道导弹 它有什么样区别 是否意味着 接下来会要参加 这样一系列的行动当中 用得到 因为以色列 要对伊朗进行报复的时候 他们两个国家之间的 地理关系位置 实际上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 产生了一些限制 原来在判断 以色列的报复行动的时候 可能会用类似于用飞机 用弹道导弹 巡航导弹 或者是无人机进行报复 但是要用无人机 要用巡航导弹 和要用作战飞机的时候 它就必须要面临一个问题 要有个过境权的 它可能会要通过 沙特拉伯 通过越丹 通过这些国家的领空 可能还要飞越 所谓伊拉克 叙利亚这些国家领空 这些国家 有些国家可能不会 给它开放领空 或者说有些国家的领空 可能还会面临一些 防御的这样的问题 所以巡航导弹 无人机和作战飞机 可能在使用的时候 都会面临一些问题 只有弹道导弹 在进行攻击的时候 它没有一个过境权的问题 因此原来人们就判断 以色列用弹道导弹的 可能性是很大的 而且伊朗是用弹道导弹 打的以色列 以色列说它用一种 相对来讲 比较强有力的这种反应 要适当 要跟它的相匹配 那么用打军事目标 再用弹道导弹打 恰恰符合于这种 这样的一种匹配的 这种形式 用空射巡航导弹 来进行打击的时候 它可以解决一个 叫做比较精准 又比较快速 因为以色列的空射的弹道导弹 某种程度上 是一种高超声速的 这种攻击武器 射程大约在 300到500千米的 这样一个距离 因此它可以走北线 走叙利亚方向 突入进来 在这个区域 它基本上可以 不用去考虑叙利亚 给不给它领空的问题 飞到大致伊拉克的方向 发射完了 它就回来 不会进到这样的 伊朗的领空 它的飞行员 它的飞机相对来讲 是安全的 所以用空射弹道导弹 对它来讲 实际上就是一个 非常恰当 在当下的一个选择 也不会用所谓 吉里科的弹道导弹 吉里科的弹道导弹 因为是核弹头的 那么可能外界判断上 可能会出一些问题 因此美国 把这个问题泄露出来 实际上都是在 以色列原来的 或者说国际社会以前 人们所判断的 那些范围里面 那有关以色列 和一党之间 下一步行动 其实大家也在 关注美国一些动向 看到美国扑航部长 奥斯丁呢 就已经证实说 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 萨德反导系统 目前已经是就位了 来看相关内容 据以色列时报 20号报道 美国提供的一套 萨德导弹防御系统 目前已在 以色列投入使用 21号 美防长奥斯丁表示 美军已将 萨德反导系统 紧急运往以色列 萨德目前已就位 但他拒绝透露 是否已投入使用 报道称 美国军方希望通过 部署萨德来保护以色列 防范伊朗对 预期中的 以色列报复性袭击 所做的回应 预计将部署 大约100名美军 负责操作萨德系统 20号晚间 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湖 召开了安全内阁会议 由以色列官员透露 以色列对 伊朗导弹袭击的回应 已经板上钉钉 对于 以色列可能的报复 伊朗多次公开表示 已做好准备 并会进行 强有力的回应 日前 伊朗外长警告称 伊朗已经确定了 对以色列实施 报复的所有目标 局势持续紧张之际 美国空军 17号突然罕见的 出动B-2隐形轰炸机 空袭也门胡塞武装 纽约时报认为 此举是对伊朗的 明确警告 美国动力网站则报道称 这次B-2轰炸机 横跨半个地球 深入胡塞武装控制区 投掷钻地炸弹 本质是美国空军 正在借机演练新战法 针对萨德系统 进入到以色列境内 伊朗方面也是警告说 美国的舰船和军事基地 都在伊朗的导弹的 射程覆盖之内 那这种情况来判断 虽然伊朗看到现在 面对的是美国和以色列 说法不同 一个说已经就位 一个说投入使用 但是这样的一个部署 是否就意味着 以色列对于伊朗的 打击报复行动 又进了一步 这个美国反复地 向以色列传递信息 不希望以色列 去打伊朗的核设施 不希望去打它的石油设施 以免触发两国全面战争 那么呢 美国呢 说这个信息的时候 又向以色列说了 我要向你提供补偿 也就是说这个补偿 什么意思 只要你不打它的核设施 你只要不打它的石油设施 那么我将来是可以 大大的给你提供 这个武器装备的援助 可以给你提供 这个财政援助 弥补你这个战争预算的 亏空等等 而且呢 这个萨德 也是它的补偿的一个部分 可是我们注意到啊 这个萨德 一套萨德 48枚拦截弹 它是不够用的 那么呢 美国呢 它现在说了 你要先保护好自己 你再去报复伊朗 那我还 那就说 美国还存在着 给你第二套 第三套 这个可能 实际上再加上 眼前吵得很热的 所谓泄密事件 都起到一个作用 就是不断地 把以色列 打击 报复伊朗 这个时间呢 再往后推 这个推呢 也推不了多长时间 这个美国大选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 那么以色列 它对美国 对伊朗 它这个 它的要求方案呢 也就都明确了 这个明确了以后呢 那也就是说 我觉得它是两套 一套是比较激进的 那么一套 是不是那么太激进的 那它可以等到 大选结果出来以后 那就或者选择激进的 或者选择不激进的 那个时候就好做选择了 那另外 是在对于这样的一个抵抗之乎 在野门湖赛武装方向 看到美国 对于这样本身防空系统 相对薄弱落后的 野门湖赛武装 出动了 具有这种洲际飞行能力 而且隐形性能非常高的 比尔战略轰炸机 进行这样一个打击 那这样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必须要从它整个过程中间 来判断它所要达到这个目的 这个美国出动的两架 比尔轰炸机 从美国本土起来的 那么它对这个 野门的湖赛武装的目标 进行打击 打击完了之后呢 在这个叫做 澳大利亚的这个北部 进行了空中加油 然后返回了美国的本土 实现了全球飞行大约总时间 在将近40小时 飞行距离在4万千米左右的 这样一个距离 从这个情况来判断的话呢 它应该是从西边向东边 进行这样的飞行 因为由西向东飞行的时候 它可以利用高空的吸风带 可以进一步的增大地数 缩短整个空中飞行的时间 因此它从这个 密苏里起来以后呢 飞越了大西洋 从西班牙那个区域呢 进入到地中海 然后在塞浦路斯方向 向东南方向进行这个转弯 然后对野门护塞武装进行打击 打击完了之后 就飞越印度洋 到这个叫做澳大利亚上空 完成加油以后 然后飞过澳大利亚北部 再向夏威夷方向飞行 最后飞越太平洋 返回美国的本土 通过这样一个行动 美国向外发出的这个信息是 第一它可以进行全球打击 可以看到它飞了 在空中40个小时左右 4万千米的这个距离 基本上就是绕地球 这个飞翼圈 中间航向略微有一些这个调整 第二个它强调 它可以快速反应 决定了这个打击行动以后 它的空中力量 从美国的本土起来 可以迅速地在两个战区 进行机动 迅速对野门湖塞的武装 进行打击 第三个它体现的是 可以对一些重要的地下监控目标 进行精确打击 原来人们判断 可能用的GBO57 实际上没有用 要用GBO57打五个目标 至少需要出动三架飞机 现在出动两架 实际上挂的是 BLU109那种 寝质的908千克的 这样它可以挂的数量比较多 对一个点 它可以投多枚弹 进行精确打击 所以它向外通过这样一个行动 就是发出这样的三个 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 全球打击 快速反应 另外对地下监控目标 进行精确打击 另外我们关注到以色列方面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20号晚间 在特拉维夫 举行了安全内阁会议 来看相关内容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20号晚召集安全内阁会议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 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 在一份声明中称 会议提出了被扣押人员 交换协议的新设想 报道还称 一名以色列官员 在会议召开前称 在哈马斯前领导人 辛瓦尔身亡后 以色列正在寻求机会 用一项被扣押人员交换协议 结束在加沙地带的冲突 辛瓦尔的遗体 将被用作谈判的一个筹码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 拒绝证实这一说法 并表示 不会结束战争 直到完成所有乙方目标 20号 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 乙军继续在加沙地带 北部南部和中部 开展行动 打死了数十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 并没收大量武器 同一天 哈马斯下属的武装派别 卡桑旅称 该武装当天在加沙地带 北部的加沙城 和吉巴利耶 对乙军进行打击 其中 在吉巴利耶 卡桑旅使用高爆炸弹 炸毁了一辆乙军梅卡瓦坦克 造成乙军士兵伤亡 乙军当天则证实 一名乙军上校 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战斗中阵亡 另有三名军官不同程度受伤 那么辛瓦尔遭到打击死亡之后 以色列方面就开始展开各方面的讨论 包括外部的媒体也在讨论说 以色列可能会来谈 交换贝克拉人员的这样事件 那这是以色列方面一个重要的诉求 那哈马斯方面现在的诉求会是什么 哈马斯首先现在是最高领导人 辛瓦尔他被以色列打掉了 那么这个打掉来讲 辛瓦尔是两个身份 一是哈马斯中央政治局主席 另外是加沙地带最高领导人 那么现在这个哈马斯呢 由于这个辛瓦尔他被打掉了 那我认为他这公开的政权形态崩溃了 他在加沙这个叫公开的执政地位 现在已经终结了 我认为这是个转折点 那么那现在呢 就是以色列想要借重这个所谓的余威 现在要展开对哈马斯残步余步的右翔破翔程序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要解决所谓的被扣押人员的转换 就是交换问题 那么我觉得哈马斯呢 现在也有这个停火换人的强烈诉求 一是要把这个加沙地带最高领导人推举出来 另外呢 境外他在紧急情况下 可以选出一个哈马斯中央政治局主席来 但是他指挥不到加沙选出一个最高领导人来 那么我认为呢 现在哈马斯呢 他的最大诉求是把手中的被扣押人员呢 现在把它用到极致 也就是说让他换回哈马斯 他下一步啊 斗争转型 也就是进入今后的长久的地下斗争 那另外呢 根据哈马斯报出的消息说 乙军已经证实了 说一名上校遇系身亡 那这是一次偶然事件 还是说哈马斯进行策划 我认为可能还是一个偶然事件 因为这个从哈马斯角度来讲的话 他需要来报复以色列击杀这个新王尔这样一个行动 寻找机会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跟以色列的指挥的这种特色有关系 他的任务是指挥 指挥官通常情况靠前 面临一个击杀的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第三个呢 作为一个武器来讲的话 在战场上使用的这个时候 遭到近距离这样的攻击 即使是梅卡瓦这样的坦克 也会遭到这种摧毁 所以三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看 我认为这是一个偶然事件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作客进行的直播 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